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步一步地迈开步伐 虽然步伐还是不算是特别稳健 但是还是能看到 勒斯贝拉的双将已经开始受力 能够慢慢地向前走着 可能很多网友会质疑 9岁才学习走路 但其实如果了解中立期大女儿的遭遇 也是不禁会感叹真的不容易 当年勒斯贝拉出生之后 其实和其他健康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 直到半岁的时候 勒斯贝拉突然出现了连续高收不断并且抽筋的症状 当时中立期就是将女儿紧急送往医院 经过检查就是被告知 患上了罕见的基因疾病 据悉 勒斯贝拉患上的是四号染色体 缺损综合症 这种病啊 全世界目前仅有一千多例 非常的罕见 而其病情导致的原因就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 这种病也是直接令勒斯贝拉几乎不能独自的正常生活 因为她的四肢受病情影响 毫无力气 不能正常发力 并且发育也是变得相当的迟患 因此 勒斯贝拉曾经被医生断言 将永远无法走路 如果病情糟糕 甚至活不过两岁 当年得知勒斯贝拉的病情之后 对中立期夫妻两人呢 为就是致命的打击 但是生气善良的中立期 并没有因为勒斯贝拉的疾病而放弃她 反而和丈夫鼓足用气 一步一步陪着女儿抵抗病魔 夫妻两个人不仅每天给勒斯贝拉做按摩 还送其到特殊学校学习知识 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曾经被医生断言 活不过两岁的勒斯贝拉 如今已经九岁了 曾经被医生断言 无法走路的勒斯贝拉 如今也是开始慢慢地迈开步伐 作为勒斯贝拉的母亲 中立期也是难免会受到许多非议的影光 但是对于这些 中立期反而已经不在乎了 她经常和丈夫带着勒斯贝拉上街 如果遇到路人的窃窃私语 中立期还会上前主动介绍女儿的状况 对于中立期 我更多印象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荧幕上那个古灵精怪的女演员 当年她通过学美比赛而签约TVB 正式踏入演艺圈 在TVB近十年的时间里 中立期参演了多部经典剧集 至今都是令人印象深刻 像见证实录 刑事真机档案三 双面一人 冲上云霄等都算是她的代表作 现在看中立期的照片 依旧还是那么阳光 似乎很难想象 在这十年里 她经历了如此不幸的遭遇 说起周立期和中立期大家并不陌生 那么说到中立期呢 大家是否好印象呢 爱看港剧的小伙伴对中立期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在TVB的距离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她的寻影 中立期出生在加拿大 1995年 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华裔小姐的比赛 1996年 在香港旅游期间 参加了香港小姐的比赛 但最终因为没有身份证 不得不退出比赛 通年8月 中立期加入五线议员训练班 毕业之后顺利地加入到TVB 正式出道 1998年 中立期出演了悬疑电视剧《刑事侦辑档案3》 正是因为这部剧 中立期认识了梁荣忠 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是中立期刚刚回香港的时候 因为人生路不熟 梁荣忠便是以交忠立期演习为由 一直向中立期施后 硕士未深的中立期很快便是上了档 两人开始相恋 在行赛之后 中立期和梁荣忠 转开长达七年的恋情 两人也是感情稳定 已经到了同局的地步 两人之家只差一直混书 但是到了2005年 梁荣忠被踢爆和朱惠敏车阵的事件 可谓是震吓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从此 梁荣忠可谓是千夫所致 更是被称为世纪贱男 而朱惠敏也是被称为狐狸精当中的佼佼者 2006年 中立期和梁荣忠八年情段 几年之后 梁荣忠在电视台上谈论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尽是后悔之意 并且还流露出终身不取之意 而中立期也是大方回忆 希望他能够一直向前看 不要对过去的事情后悔 还大方地祝福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自从和梁荣忠分手之后 中立期可谓是厌福不浅 桃花不断 爱情事业双丰收 恢复单身之后的中立期真的是桃花躲躲开 身边的男友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比一个有形 一个比一个更有为 最终 中立期和胡仙儿的前男友 中意混血型的男友拿度走到了一起 2007年 刚才拍到两人的街头相吻 开始正式交往 在拍拖两年之后 也就是中立期34岁的时候 两人缝子成婚 两人在结婚的时候 婚礼也是非常简单 没有豪华的婚车 没有豪华的婚宴 只有几十位亲朋好友来见着两人的幸福 但在中立期的眼中 丈夫是个非常顾佳的好男人 就连前女友胡仙儿也是大赞她的身上 兼顾着外国人的浪漫和中国人的含蓄 不仅帅 还非常的诱财 在中立期成婚之后 前男友梁荣中始终无法治怀 依旧称 无法跟钟小姐成立一个家庭 是我终生的遗憾 没有人可以代替她 在我生命和心目当中的地位 不会有第二个 虽然遇到渣男 但是最后还是喜得如意郎君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的喜怒无常 在幸福的背后 依旧是藏着伤痛 在女儿半岁的时候 确诊患上了罕见的基因疾病 四号染色体缺损综合症 出现的几率就是五万分之一 直到女儿四岁的时候 都是没有开口家卫生妈妈 为了女儿 钟立期不得不离开娱乐圈 在这段人生最为艰难的日子当中 她不仅要照顾女儿 还要经历丧母之痛 但是钟立期依旧选择坚强 选择了和女儿一起面对疾病 与女儿一起对抗病魔 最可贵的是 丈夫一直站在这对母女的身后 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将钟立期击挂 她选择再度生育 从此女儿不再孤单 近日 钟立期出现在奸杀罪出席了梁慈禧主持的香港开电视清谈节目 试感的录影 当被问到是否会付出拍剧 钟立期则是坦言 其实我对娱乐圈并没有什么留恋 自己有没有吸引 所以不会说挂住以前拍戏的时候 但是我有的朋友还是在娱乐圈 看到他们好像没有太大的转变 不过如果剧本好 有人叫我拍 我都会是考虑一下 钟立期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